哈囉 大家好 好久不見 今天是在沒雨季的期間 是沒有下雨的一天 所以我就想說 趕快來錄影 最近其實 有一個原因很久沒有錄影 是因為 我們家旁邊的牆壁 現在在重新的整理 所以將近有 他說是三個月啦 但已經 已經施工了 將近要五個月了吧 所以幾乎是 幾乎是每天都在 會有很多施工的聲音 其實這六個月來 我也做了蠻多 不一樣的事情 就是應該說去上一些課啦 因為現在還蠻多 然後去上很多 才藝課 上還蠻多 因為現在課還蠻多的 所以其實會一直去進修 上很多不同的課 所以其實有蠻多事情 可以跟你們更新的 覺得還蠻好玩的 其實保養都上完了 我臉上其實長了很多 我擦了護髮品的痘痘 就是會在臉的周圍 剛剛有去擠他 等一下是要錄我買了什麼東西的影片 所以像是在室內的妝 是不用出去的 那因為我臉 現在就是 可能也是熱或者是泛紅什麼的 它會有一點熱熱的 所以我今天的primer 就是會先上這個 之前在Mia Sled的時候 我有發 這個是我覺得運動或者是 皮膚容易發熱的皮膚可以擦 它也可以讓毛孔 就是有點霧化的效果 也蠻舒服的 然後擦上去會有點 濕濕涼涼的 這之前真的是還蠻喜歡的 我也很久沒有用它了 就是看起來臉部的油光不會那麼明顯 可是不會悶悶的 我還蠻喜歡的 要近期的更新是 我去上畫畫課 那是我朋友有開課 就想說去上上看好了 會想要去上畫畫課是 很喜歡 很喜歡看一些顏色 或者是你可以挑出 你自己想要的顏色 你可以展現一些 你想要的形狀跟風格 真的是 而且在 我覺得是在畫畫的過程中 可以看到每個人的個性 真的都是超級不一樣的 然後他們其實都上課 上我朋友的課上了 蠻長一段時間的 所以大家其實都會很熟悉那個 畫畫的過程跟他們要準備什麼 然後因為我那天要去上課 我就問我朋友說 我有需要準備什麼嗎 他就說不用 你就帶一顆心來就好了 結果去發現不對 大家都有準備自己的東西 例如說 還有鉛筆啊 水筒 就是洗筆筒 還有人在圍兜兜 還有自己喜歡的筆刷 筆刷我覺得還好 因為有朋友可以借我 如果後來有自己喜歡的 我可以再去買這樣 只是我就是在那個過程中 我會一直停頓停頓 然後第一堂上課是上 我是上了六堂的課 然後第一堂是上點 他就是要用點去做畫這樣子 然後好玩的是大家在準備的那個過程中 有人一下子就是很有很 一下子就知道自己要什麼 他就是馬上揮好 大概打個輪廓 就會上自己喜歡的顏色 那那一堂課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點 就是他要擠牙克力顏料 等它乾之後 你要把形狀再貼到你的畫上面 就是我進度真的很慢 就是大家已經都弄得差不多 甚至已經有人做了兩幅畫 我還在原地 大小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 其實跟我一剛開始想要的東西 是非常不一樣的 有的我自己覺得是在玩 調色的過程跟 材質筆觸的過程很有趣 想要的畫面的那個過程非常的好玩 你甚至會在中間發現一些不太一樣的事情 今天就是 黏上去的 立體的 你可以自己貼 現在是上 紓苦的 新的 這一罐 這一罐真的非常是像你上保養品的那種觸感 然後質地也是很潤 就是它是非常的貼膚 然後真的很像你自己的肌膚 可是呢 它的有一個唯一的缺點就是 當你的皮膚很容易 我啦 我自己 當我很容易熱 或者是口罩的時候 它就非常容易妥妝 所以我可能會比較建議 例如說像室內的工作者 或者是 不需要使用太多蜜粉的人 他們可能會很喜歡這一罐 那我自己也是蠻喜歡的 因為它可以創造出 皮膚的那種真實感 就是很漂亮的皮膚這樣子 而且用手推我覺得 就是真的很像是在擦保養品 然後也蠻快的 完全不會結塊 我覺得畫畫對我來講是很 可能算是一種進修吧 就是也可以看自己的 調色配色跟 練對顏色的速度反應 我覺得對我的工作是 還蠻有幫助的 然後跟 我覺得畫畫的比例也蠻重要的 第二堂課老師給我們畫全開的 畫 我想說 他就給我們看他的 他做的概念跟行程這樣子 我會放在這邊 他一些作品這樣 然後 他的 這次的題目是樹 那大家都拿自己拍照的樹這樣子 去做reference 那我是拿那時候去嘉明湖 有拍到的樹 就是都很漂亮 然後 就是有拿一些reference 我的reference 是這一個 這樣 其實又挑了五六張 最後決定這個是他的畫面會比較適合線條感的畫 我的草稿出來之後 有給老師過過一下 老師都說 還蠻完整的 那 接下來就是要上到全開的紙上 全開紙上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真的是 打稿非常的困難 但是也可以練比例 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就是練自己的 比例漂不漂亮這樣子 這樣子 好 這樣 他會有很漂亮的光澤 然後非常的貼膚 所以有一點 像是裸妝感 或是拍保養品廣告的話 這種會非常適合 就想要你天生皮膚很好 然後沒有什麼光澤 容易皮膚看起來很暗淡的 這罐就可以 他遮瑕度說真的就是大概 嗯 大概六成左右 給你們看 其實 最近 我覺得 鏡頭看我不知道明不明顯 但是現場看 我覺得狀態還蠻好的 就是我不想要太折 我想要 嗯 我想要讓自己去 對自己的一些 瑕疵不要那麼緊張 或者是 不要那麼在意的話 我最近其實還在練習一件事情 就是 遮瑕我可能 遮 例如說眼下好了 我只遮一個顏色 或者是 不要太在意臉上的瑕疵 因為 我疫情之後其實有接蠻多 例如說新聞稿的 新聞稿的照片 就是官方的照片這樣 但其實照片都要拍得非常清楚 非常近 甚至 就是你一定會看到你自己的毛孔這樣 最後我在面對自己對於工作的照片 跟現實 剛開始會找不到中間點 就是會 有時候出去 可能去吃個 可能也沒有要去拿去 買個 買個 水果好了 我可能就會習慣拿工作用的底妝 那出去之後 其實 自己會 蠻不喜歡那個狀態的 我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 我工作跟不工作的那個妝感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工作的時候必須要無瑕疵 然後 皮膚要很透 很亮 很有光澤 這就是現在市場的需求 那 那個也是OK 因為 真正的健康膚質是這樣子 沒有錯 可是我放假的話 我就會 我想要回到真實自己的那個狀態 就是不要 看到照片 然後會 那麼容易焦慮這樣子 這個是 對我來講是算一個新的挑戰 因為 很容易會有容貌焦慮的這個問題 那自己要怎麼去克服 其實就是從剪髮開始 我只用一個顏色 這個顏色 不要太白 黑眼圈的地方 不用那麼明顯就好了 我啦 我最近是在追求的 是自然的一件事情 因為 黑眼圈的地方 修飾 讓它不要那麼 讓它不要那麼明顯就好 不要讓它完全覆蓋住 因為 嗯 覆蓋住的話說真的 還是會有一些妝感啦 之後會想要推出一個系列的影片是 化妝步驟比較簡單 不要好像化妝一定都要很精細很 detail 很 線條很俐落很漂亮 我不想要這樣 因為 讓一點都不生活化 而且其實會把一些很無形的壓力放在 奇怪的注意力上面 但是當然如果 你是喜歡這件事情的 那件事情做起來會讓你高興的 當然是 當然是很值得的 但我 我想要讓 生活跟工作是分開的 而且讓自己不要連平常化妝壓力都那麼大的話 我覺得那件事情對我來講是很有幫助的 也會讓自己不要太容貌焦慮啦 然後會嘗試用除了化妝的方法去讓自己的臉的 例如說眼袋啊 眼袋是怎麼形成的跟心情是不是真的會影響皮膚的 跟身體的狀態 我會比較先從這邊開始下手 因為我覺得一直去覆蓋好像 現在對我來講是沒有什麼意義的 我是想要從別的地方去調整 剛剛有講到就是有一些痘痘的地方 那 現在還在發炎的是這一顆 就是凸起來的 然後這個是 就是已經暗掉了 它沒有在發炎的 所以 我會 遮的是這一顆 今天會用這一個 這應該很多youtuber都有介紹 然後我買來用了 真的還蠻好用的 在一些比較瑕疵暗沉的地方 我覺得還蠻好用的 然後我會用淺的這個顏色 我會遮一些暗沉的地方 痘痘暗沉的地方 那它在發炎的地方我就不會遮了 就是讓它自己自由發展 讓它透氣 上面這邊 上面這邊紅紅的 都是還在發炎的 就讓它去吧 然後眼尾 拉提一點點 就好了 好 還是又不自覺的一直 摺 好 不要再動了 就這樣 好 我覺得要停手 真的是很難的一件事情 我會用一些蜜粉 今天也是用蘿拉的 這個粉色的修飾皮膚的那種蠟黃 還蠻漂亮的 它有一款是非常控油的 那一款控油的其實對我來講 我用會 臉看起來會非常黃 然後一樣 如果是戴口罩的地方 我就是會加強 都是會先用壓的 但壓的情況下 如果你只要感覺到有黏黏的 就是代表它粉不夠了 就要再加 雖然痘痘沒有遮瑕 可是痘痘的地方還是有上到粉底 所以我還是會過過去 然後眉毛一定要 因為眉毛也會出油 然後 今天會用這個眉粉 那這個顏色 我覺得比較適合膚色比較白的人 然後我會先用這兩個顏色 去打底 從眉尾開始 就是重的一定都是 從後面開始 然後前面慢慢的推過去 就會淡淡的 然後形狀確認之後 就開始加深 我那天跟一個同學在分享 他在上什麼課 因為他 今年是他休息的一年 他想要這一年 他去做 他想要做的事情 然後他 想要上的課 就是他有興趣的課 這樣子 他有上一個課 他覺得非常有趣 是寫作課 那個同學跟我說 那是他上過 目前為止 他覺得最有趣的一堂課 那他跟我分享是說 每次都會出不同的題目 那 你要寫出三千字 那就算你沒有 你對那個主 例如說 幸福這個主題好了 或者是家庭這個主題 如果 你對這件事情沒有想法 但是你又要寫到三千字的話 你可能寫一寫中途 你沒有什麼靈感 或者是想法 你完全擠不出來的話 你也可以說 點點點 我不知道我現在有什麼想法 點點點 我好像沒有什麼想法 老師會出一些題目 他是會 題目的反面 例如說 他一個題目 他可以出兩個面 想讓你自己跟自己去做辯論 那 再從中去找出 真正是屬於你自己的想法 我覺得這件事情 非常的有意義 但是 他說到後來 他說到後來 他開始真的會不知道要寫什麼 要寫到三千字 當然到後來 這件事情就是行雲流水 非常的自然的 可以去做這些事情 他也覺得很神奇 我覺得寫作這件事情 在跟人家溝通 或者是在梳理自己的想法 甚至是在錄影片的時候 都會很有 都會很有幫助 但我沒有很堅 就是我那天跟他聊完天之後 我就說 其實我還蠻想要試試看寫日記的 因為我以前是會沒事 就是一直拿東西出來寫這樣子 然後以前會寫出一些短片啊 或是一些自己的文章 跟 把自己夢到的事情寫出來 但是現在完全不會想要 再做這件事情 但其實心裡就會覺得 這件事情是對自己有幫助的 可是自己又沒有一個動力 想要去做這件事 現在是 眉粉 有些眉尾要加強的地方 我就是一定會用眉筆 然後這個是 這個是子春秀的眉筆 它是已經幫你削好的 所以是扁的 反正我們聊天聊一聊之後 我其實最近就有在寫日記這件事情 可是 很有趣的是 我從開始寫日記 我就會 我好像腦子就是一直在轉 它有很多想法跟 很多想要所有的事情 它會一直跑出來 到我完全 我晚上沒有辦法 就是我會失眠啊 我會想到失眠這樣子 而且我都是睡前才寫 所以 最近就是有點暫停 不然我真的很難睡 然後最近有想到說 把時間調整成 例如說下午的時間去寫日記 例如說等一下 或者是吃飯後洗澡前 讓自己去 去舒緩一下 那個在思考的過程 應該就會比較好睡了吧 大概寫了十天左右 就是 至少有七八天吧 都在失眠 前陣子有在IG上面 問大家 都是幾點起床的 大家大部分 起床的時間 都大概是 九點十點左右 只有少部分的人 是六七點起床的 那我就很蠻好奇 問他們說 你是天生 就這麼早起嗎 因為像 像我 像我先生他就是 天生就是早起的人 早起然後運動 他就會覺得身體還蠻舒服的 可是我是那種 習慣晚睡 然後晚上才有想法 去做很多事情這樣子 但其實我覺得這是 我以前不覺得 這是什麼特別不好的事情 那是前陣子 我就去上一個冥想課 現在也是有什麼興趣 我就去上課 我在陣子上了畫畫 陶藝 然後做完我是自己寫 我沒有去上課 然後跟什麼 冥想課 然後跟紅繩運動 那個冥想課呢 他時間有分三個時段 是早上的六點到七點 然後中午的十一點到十二點 然後晚上的 嗯 八點半到九點半 還是八點 我忘記了 反正他有分三個時段 我想說早上六點誰會上課 然後我就一定報晚上 因為我想說我的時間 這樣子也比較 我可以冥想完我就可以休息 可以睡覺這樣子 後來呢 報了之後 我才仔細去看他的時間 是為什麼那樣定 他會有一些說明這樣 然後他說早上 等一下我先夾個睫毛 假設我們是一個空間好了 晚上是大掃除 晚上是把不要的東西清出去 早上的話有點像是 幫你打掃這個空間 有點像是擦窗戶啊 或者是擦地板 就是讓你更新這樣子 那中午的時候他是把能量匯進來 那那個時間表的論定有點像是 我覺得跟中醫有點像 升起的那個時候就是 能量在更新什麼 我有點忘記 所以我就很好奇 有沒有人是早上六點起床的 我就問我先生 我就說 你以前是 有辦法早起的嗎 就是上課的時候 因為我連上學的時候 早起對我來講是非常痛苦的一件事情 他就說 可以啊 就是早上 早上 起床 他會騎腳踏車去幫家人買早餐 然後 他再回家吃這樣子 我心裡就想說 OK那你可能 吃完 也是壓線到校吧 7點20 7點30 之類的 他說 沒有大概7點就會到 我說 你那麼早到學校你幹嘛 在念書嗎 他就說 沒有啊 就睡覺這樣不眠 我就說 就覺得 真的是不一樣耶 所以 我最近都在想一個 為我自己想一個 企劃 就是早起的企劃 好 眼線 眼線今天用這個 這是新買的 愛杜莎的 8號色 它是薰衣草的顏色 之前也有在IG分享過 這個顏色我非常喜歡 很 很 柔 但是又不會到太紫 因為薰衣草 它有點咖 咖啡色紫色 可是那紫色又帶一點點粉 這樣 好啦 反正 我就是想說 我想要做一個企劃 是早上 早上 早上 早上都是 早上都是 五六點起床 然後看 可以幹嘛 看我有沒有辦法 起得來 或是起床之後 會有什麼身體變化 或者是一些 不知道 就是 看有沒有辦法去執行這件事情 因為 現在想的跟以前小時候想的又不太一樣 所以 會不會其實 有可能會成功 我又很害怕去執行這個企劃 因為 我覺得 我是還蠻有可能會中途放棄 例如說第三天我就是起不來 因為我是那種完全聽不到鬧鐘的人 如果不是什麼 就是平常 可能沒什麼事的話 我就不會那麼早起床 但如果有工作 例如說那種 你五點一定要起床的工作 我就還是會起得來 可是如果是像以前上課 我就是真的是起不來 看這個顏色 就是這樣 淡淡的 不知道自己有沒有辦法 因為拍影片 然後就是 有辦法起床 但是一直沒有動力 想要去做這件事情 但如果這個影片播出去 我可能就非得要 執行這個事情 一個禮拜 不知道啦 我覺得 很難欸 我光想就覺得困難 顏色 後來我在網路上面有找 看有沒有人有做過這件事情 其實網路上面已經很多人做過這個企劃了 我就想說 嗯好 還是要做一下 因為 好像每個人的反應都不太一樣 然後 我的先生非常的興奮 因為 他 他覺得這件事情非常好 因為他就是早起的人啊 我覺得這一點讓我非常的佩服 因為我是做不到的那個人 今天要用他們的睫毛膏 之前剛拿到的時候 我用我覺得 嗯 不是很好用 反正我就是更隨性的用它 我覺得他就很好用 他就是不太適合打底 他要很直接的使用 但是他也不用 不用太一直去反覆的去 去拉長它 你就是輕輕的 然後 去刷它 從根部慢慢的去刷它 然後 他的線條就會很乾淨 就會很像 你自己的睫毛 然後 他天生就這麼長 他是輕輕的去梳理它就可以了 因為他 他打底之後 他反而很容易會有蟑螂腳 但如果你不打底的話 其實還好 所以如果你是喜歡那種刷的 很有睫毛感的話 可能這個 對你來講會比較沒有感覺 然後下睫毛會裹一下 然後再用莓果色的 我會刷下睫毛 我就不會刷上睫毛了 因為我覺得 我們家最近 可能天氣好 有很多很大隻的 蜜蜂嗎 還是什麼就是會 一直想要進來 甚至是有一天晚上 真的有一隻這麼大隻的 不知道是什麼 可能是蜜蜂吧 就是昆蟲 就是跑進來 我真的是要崩潰 好反正 有顏色的睫毛膏 我大部分都會只會刷下睫毛 除非我是想要展現色塊 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妝 想要玩的話 我就會上下都刷 那我今天 只想要刷下睫毛 然後這裡是他們之前出的 莓果色 這顏色我非常喜歡 所以我又囤了 我那時候買的時候 就有囤了兩隻 我覺得鏡頭可能看不太到 有一點點就是紫紫的 但是現場看 就是在自然光下面看的話 其實還是會蠻明顯的 可是又不會太突兀 因為它是那種暗 比較暗的紫色 不是那種很亮的 最近好多蜘蛛喔 你們有看到嗎 那根上面 有一個東西在跑 我覺得可能是家裡 裡面植物太多了 然後最近 最近我們在換盆 所以就是很多蟲 我真的是要封掉了 然後今天先擦 口紅 然後再看腮紅要什麼 之前有分享 然後有人說 他們家的口紅會有點 那叫什麼 黏土的味道 可是 我聞它是水果的味道 所以有可能這一款 它沒有黏土的味道 我知道那種黏土的味道 所以這一款是 確定沒有的 我會習慣先用唇刷 先過過一次 唇邊的 不是唇邊 就是底色 就是框你要的大小 之後再整個去塗 才不會從頭到尾都很厚 才不會從頭到尾都很厚 這次的顏色我覺得都很漂亮 就是第一層一定要越薄越好 這樣 第一層 我們第二層來試試看別的顏色 這個是699 我來拿 我剛剛翻到我最近有買這個 也不是最近啦 就是前陣子 這個 美果色 我來配我的眼妝 比較 美果色一點 可以試試看 唇刷 我還是會習慣用唇刷 我不會直接塗上去 我看到不行 我看到不行 拿鏡給你們看 沒有啦 結束 沒有啦還有腮紅 這樣子 然後因為唇啊眼睛都淡淡的 所以腮紅可以給它 上去 就是可以大方一點大面積的 上去 我發現3CE他們家的腮紅很像打霧的效果 就是很3CE的 粉質 它有一種柔霧感 現在想要在眼尾的地方 加剛剛的這個 比較深的 可以壓在眼線的上面 可以壓在眼線的上面 最近有幾家更新的事情 就是 開始在上畫畫課 跟 開始寫日記 跟 還有什麼 不定期的 我還蠻喜歡去上陶藝課的 覺得在塑形的那個過程 很有趣 雖然還蠻 就是雖然老師會在旁邊 防止你失敗 可是我覺得 失敗就算了 就是反正也就得回來 陶藝課其實也是不間斷的在上課 覺得還蠻有趣的 然後還有什麼 然後我想要做的企劃是 嗯 早上5點或6點起床 一個禮拜 跟 還有最後一個最想要做的是 可能用 用英文去分享一些生活的小東西 或者是 嗯 不知道耶 就是覺得 好像可以用 這個方法去push自己 讓自己更 有動力 不然 我就會一直停在那邊 我覺得很害怕 好 反正現在就是有幾個路 可以走 只是不知道自己最後會選哪一個 或者是你們有哪一個會比較有興趣 你們也可以 在下面留言給我 因為 我真的太多選擇了 我突然一下子之間 我就會不知道要做哪一個 或者是錄一些什麼你們想要看的影片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 那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